第三个问题 他讲 请问师尊 古代有灵厨的酷刑者 就是 筷子手以利刀将受刑者身上的皮肉 慢慢的竹筷切走 灵厨 由数百至数千切不等 请问在类似这种疾苦 疾苦疾痛疾的可怖的痛苦中 有可能保持无畏 跟心不动摇的禅定吗 要如何做到呢 只有释迦摩尼佛讲的金刚经做得到 灵厨啊 大家知道吗 释迦摩尼佛讲 他当人物先人的时候 一教导了 这个四个 四个妃子 被国王看到了 哥立人 哥立王 这个王 把他淋除 就是一节一节的 把他杀 用一节一节的 像把手指头砍断 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砍 一节一节的砍 他都没有 埋怨的心 那么痛 那么苦 都没有埋怨的心 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是什么精神 这种精神 就是无我 金刚经里面讲 无我 只有无我的精神 才能够做得到 既然有我 那一定做不到 他是心在杜那四个妃子 那 哥立王不认为这样子 所以就 把他一样的 节节 知节 跟你所讲的一样 他问的 类似这种 极苦 极痛 极可怖的痛苦中 有可能保持 无畏和心 不动摇的禅定吗 要如何做得到呢 我认为 很多人都做不到 我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 痛 是很痛的 痛的时候 是哀哀叫的 是有感觉的 那说话说话 有哦 有哦 嘴巴讲的 就是像一片一片的肉 这样割下来 你说哪里不痛 哪里不苦 哪里心中无厌 你看耶稣做得到 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他怎么讲 请上帝原谅 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是这样子 对上帝讲的 他说 请原谅那些 把我定上十字架的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是错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也是很痛苦 所以 你说被定十字架 跟灵厨有什么差别 那十字架 就定在这里 那钉子 钉这里 钉过去 然后两只脚 从脚 两只脚 这样钉 合起来 钉过去 然后让他流血 血流到干 才死 想一想 想一想 做得到 这就是大修行 没有这样子 没有办法 跟你回答 就是这样子 很多 我们 包括我 我也做不到 但是 要信道 有这个心吗 基督教很多人信道 很多人信道 据我所知道的 基督教 包括后来的保罗 也是信道使 施洗的耶汉 也是信道使 也是信道使 所谓信道 被抓去 然后 叫他改信他家 他就不改 不改就是死 那叫信道 这个信道 一下子死 还好 我去了 意大利的 斗寿场 斗寿场 游览车一到 一阵风刮过来 刷 晴天耶 大晴天耶 一阵风 刷过来 刷的 下车的 眼睛都被 那个灰尘 吹在眼里面 每一个人都站 都站不住 一下子 这个风就过去了 没什么 那些 那些意大利的 斗寿场的 很多的灵魂 集合起来 祈求我 帮他们超度 死气的 灵魂 那斗寿场里面 死了多少 信道者 不过 那也是 一下子 一下子而已 所以信道的精神 已经很不简单 已经很不简单 何况是 节节之节 或者灵处 那简直是 太难受了 我认为 如果有人勉强你 说你不要信 如圣燕的 初步了 你不要去信 不然我把你砍 我告诉你 赶快写回过书 真的 我不愿意 不愿意大家 哇 你为了 这个初步了 school或者 卢森院 去训道 不用啊 不用 拜托 这个 我觉得很恐怖 你赶快写 你赶快写悔过书 说悔过 当然啊 写悔过书 也不一定是真的 是一时嘛 对不对 一时你要自己 要 要自己活命嘛 你就是忏悔 什么先世都可以 你先世的时候 在脚底下写一个不 好像就可以了 不应该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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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